最近呢不只有一个民国热潮 而且其实也早从十几年前开始吧 大家有股民国知识分子热 也就是说很喜欢去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研究他们的传记 为什么呢 我想这里面呢 往往就包含着对我们现代的处境的一些的不满 或者是一些疑问 所以想回头看一看 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样 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很多人就发现 原来以前的大师都是民国人 至少是民国那时候过来的 然后呢再对比今天就觉得 哎呀你看今天真没有大师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盼望 要等一个大师出来 写什么我们还不重要 他是个大师 比如说像今天这本 我介绍陈英雀与傅思年 这本书呢下面有这么一个宣传 也叫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那么这句话呢 我觉得就很妙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是空前绝后 那么这两个人空前绝后 他们之后又没有大师了 那么这到底对我们造成什么困扰呢 有什么问题呢 或者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 比如说像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啊 倒还不只是讲陈英雀 而是包括傅思年也把它包进去讲了 傅思年呢 我想对很多大陆的读书界的朋友来讲呢 稍微比较陌生一点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傅思年呢 在台湾 那么过去呢大陆这边呢 会认为呢这个人呢 是一个派 资本阶级的走狗 躲到台湾那边去 跟着老蒋过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对他感到非常的陌生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 不妨把焦点集中在有关傅思年的部分上面来看 至于作者越南呢 其实也是成名作家 过去呢 我曾经读过他写的这个 讲考古的一本书 考古中国 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教义 因为让我知道我们中国考古史上面一些 有趣的一些的事实跟经历 他是写报告文学的这么一个作家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想办法把陈寅雀 傅思年两位史学大师呢 做一个对比跟拉起来谈 然后再让我们看到 这两个人性格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陈寅雀呢是很内向的 为学问而学问的 那傅思年当然也是 但是傅思年人家是事工的一面 就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十余所 这个对中国现代的史学里面 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阵地 同时呢性格上面 他跟陈寅雀也是相反 今年胖的急躁 那么所以两个人呢很不一样 但偏偏呢 这本书就要把他们放在一起 因为认为他们是有关联的 也是好朋友 甚至有因之关系在里面 好我们再看说回到大师的问题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 很容易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重复我们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那个年代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 总是那么的厉害 怎么厉害法呢 比如说这里面他说 傅思年呢 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很红嘛 我们知道武士运动 学生 北大学生的游戏的总指挥 就是傅思年 然后他后来到了伦敦大学念书 他在伦敦大学呢 是学什么呢 实验心理学 同时选修化学 物理学 数学 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 好 然后 后来呢 他又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 后来呢 他就到了柏林 跟陈寅确呢 一起在柏林当同学 这时候呢 有人就这里面就提到 说有一天晚上呢 毛泽水 罗加伦 傅思年 吃饭的时候 看到傅思年 在看的书是什么 是三句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 但是到了最后 我们知道傅思年 研究的是什么呢 是史学 他又跟了当年 德国近代史学之父 也就是影响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 史学潮流的兰克 跟他学史料学 学实证史学 那么你想想看 什么样的一个人 能够先从自然科学学起 又去搞心理学 搞佛洛伊德 跟着研究地质学 最后落脚于史学呢 我们再看原来当年呢 这不奇怪 当年好像很多人 都是干这样的事 例如说呢 余大为也在柏林念书 原来也是搞文史 后来呢 变成研究军工 弹导技术 到了最后 甚至当了国民政府的 国防部长 那片段呢 我们很容易有感慨 为什么 那个年代的人 都那么厉害呢 但是我发现 我们很多人 读这些书的时候 问这个为什么 与其说 我们真想知道为什么 倒不如说 这其实是一种开探 就是说 人家就那么厉害 为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真正很想 去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 这样的时代 为什么会出产 这样的人物 而这样的时代 能不能复制 不能复制 我们应该客观地去研究 它里面 为什么应该复制一些东西 为什么不能复制 或造成什么后果 而不是单纯的说 哎呀 这时代过去了 没有大师了 我觉得这么一种 很sentimental 很感伤的态度 不一定很适合 去看到民国知识 分子识 这个问题 好 我们再回到后面 富士年 富士年呢 晚年呢 在台湾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台湾大学呢 都曾经听过 这个富中敲响 这个富中 是每年12月20号 他去世那天呢 纪念他的事就会敲的嘛 那这个富中 当然是纪念台大校长 富士年 那富士年晚年 是到了台湾大学 去当校长 过了 跟了国民党 跑到台湾去 这边就说到 当年富士年呢 一上台 虽然只干了短短一年 影响就很大 首先为了要改善 当时的台大的素质呢 他一来就炒掉了 70个 他认为不合格的教授 要求非常的严谨 而且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台湾呢 有红色恐惧嘛 到处要抓共产党 富士年是反共 但是富士年反对 你不分青红照白的 就说学院或学生里面 有共产党 要抓要怎么样 于是呢 他就在报纸上面呢 他就骂人 骂人什么呢 他说学校绝对不兼警察任务 我不是警察 也不兼办特工 如果当局有真凭实据 说某人是共产党 我将依法查办 但是我办理这种事 绝不能含糊其词 血口喷人 那么可以说呢 他跟当年在 五四时候的富士年一样 捍卫了这个学术自由 学院独立的 这么一个立场 到了最后 他在一次会议里面 他就说 讲学金制度不应该废止 对于支持好肯用功的学生 仅仅因为没有钱 而不能就学 我万分同情 我们办学 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 让他们有安定环境 才能够用心勤学 那么说完这句话 他就当场祈祷 因为当时呢 是在跟别人争辩 结果他祈祷之后 后来很快就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呢 应当一个人出来 那么那我们事件还非常大 可见富士年 在很多学生 在后来学者心目中 虽然觉得他霸道 但是他到了最后 没有辱墨 那一代知识分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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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